我是一个数码贩子 但时常站在超越数码贩子的角度 去看待数码贩子 我呢入行比较早 比早起的鸟儿还早那么一点 慢慢也混到了供应链的位置上 但比较遗憾的是电商供应链 而电商的本质就是比谁更便宜 而让电子产品降低成本的办法 比你们在抖音上面刷到的还要多十倍 现在学着做零售嘛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的不习惯 只能说每天卖个几台十来台卖得完嘛 不过很多同行也都羡慕我嘛 说我的粉丝群体都是一些高收入高学历 或者高认知人群 同样的我也比较佩服他们 什么人的钱都赚得到什么 亲在的呢 亲我们送更化膜了 亲还送保护套了 亲充电器数据线耳机键盘笔 什么都给你送了 就差送个媳妇了 搞得就像是真的是送的一样 然后呢很多粉丝朋友对我表达出了关心 甚至比我还要在意我的粉丝技术 还有一些朋友比较担心我的前途嘛 各位实不相瞒 各位虽然我不会做零售 但是总有人会嘛 找会的人来做不就好了 能解决的问题嘛 至于粉丝技术这个问题 实不相瞒给大家讲一下 我发的每一个视频呢 组音平台会给我几十块到几百块 好的时候加上奖金啊 有个一千多块钱嘛 那这些钱我全部拿去买酒喝了 如果我不把它拿去买酒喝呢 把它冲成抖架呢 就像我的那些同行一样 每个视频通过两百块 一个月三十个视频也才六千块钱啊 也是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诸位谢谢各位的关心 那也就不干的事了 然后再给各位讲一下啊 不管你们去买什么东西也好 别人给你讲的是 哇这个赚你五十块 这个赚你一百块 哇这个不赚你钱了 这个亏本卖给你了 我们都知道他们说的是鬼话是假话 但就怕的一点就是他们说的是真的 任何的商业活动的底层逻辑 就是利润 当他都没得利润呢 这个人随时人就不在了 都很正常的事情 然后再给各位讲一下啊 我的货什么价格来的 我是绝对不可能让你们知道的 好就这样 好就这样